念普门品,福布唐娟 作者,福安古观音阁 古代有个人叫王道恒 有一天上山砍柴,跌落悬崖 腰部出现严重者损 不能做事,就念普门品求观音菩萨 求了一年还莫好 就不念了 怪菩萨不灵 晚上就梦见护法神说 你念经好像应付任务 交差一样,没用真心 还怪菩萨不灵 用诚心,自然很快就好 他马上改掉习气 每天认真祈求观音 念了三个月后 那个神人拍拍他腰部 醒来就能走路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这个人不诚心念了一年普门品 虽然并莫好 不代表观音菩萨不敢应 他要退心时 这时神人就要告诉他 神人为什么来告诉他 也是他漫不经心念一年普门品功劳 可见虽然不够诚心 念普门品久了 护法神自然会帮助 后来他诚心念了三个月 神人拍了拍他腰部 病就好了 这就是观音菩萨不可思议的部分 古代医疗很差 人们只能求于观音 而观音菩萨确实又能神奇在人梦中帮人治病 这个是何等神奇 古人心比较诚心 不求观音就要死 所以被死逼迫 求观音救治诚恳切 现在人不够诚心 就是有所依赖 比如医学依赖 但现在仍然有医学解决不了的 也只能走祈祷观音之路 否则就要死 比如癌症 比如个重症不好的病 怎么办 只能求观音 大家要和普门品接缘 每天多念 这样菩萨可以帮我们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平安吉祥 不管诚心不诚心 都是有功德的 普门品说的 福布唐娟 功德不会磨掉 当然 诚心的功德更大